今天是我们到西安的第二天 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地方 看出去 出门了 我们记得要戴帽子 手机 充电器 防晒 宝贝 你看得太帅了 谢谢 看看我们到哪了 今天天气好热 还好给他们三个都是穿的短袖短裤 但是在这么一家出游的地方 开心吧 居然开起了直播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只要他开心 他想过十个小时都没问题 这是大雁塔 开心爸爸 唐僧取经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然后也是回到这里的 所有的经文也都在这里 你可以解释给开开心心听吗 东方的师傅就是那个 看见没 一边 一边 对 一边 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喝一口尝尝 没事 难得喝一点汽水嘛 尝一下 开心吧 这个叫三勤套餐 看见没有 凉皮加肉夹馍加汽水 对呀 这个就是中国汉堡包了 这个叫肉夹馍 好吃吗 小心烫 吹一吹 开心 开心 是不是太好吃了 越吃越香 慢一点 来到回民街 不怕你们吃不饱 今天咱们就在这里慢慢转 你们不吃饱 我们不回去 这里的好吃的太多了 好不好吃 真的吃得停不下来 我的天 好了放回去吧 你不会玩 菜 蒸菜 越菜越爱玩 今天我们吃了一路 然后 没饿过 撑都不行了 今天有KFC 比美国有点不同 咖啡 饮料 香菇包都不同 今天的汉堡好吃 还是昨天的肉夹馍好吃 包 包 哎呀 你说我们这几个人 容易吗 终于 不知道怎么摸的 给摸到这个里面来了 每次买票 都要把护罩偷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带个大包出门的原因 现在都是实名之汉 就会 草就会长得好了呀 如果是假的 为什么要浇水呢 曾经是体验 幸好中国现在到处都有英文的翻译 要不然我真的得给他们解释坏了 开心爸读完了 就能给开开心心翻译吧 你们确定要走吗 开心爸爸对什么都很感兴趣 开开的问题特别特别多 就是他们三个人围在我的身边 叽叽喳喳叽喳喳喳 各种问题问不停 不过我也很开心为他们解答 开心爸爸就是各种拍啊 好激动啊 都从电视里面看到的东西 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还是更加壮观一点的 感觉开心爸爸好开心啊 还说好了明天要去变装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变装一整天了 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不会是扇子 对的对的这样也可以也行 牢骚冰粉牢骚冰激凌 今天三个人穿的是度假风来吃烤肉啊 三百块钱找了一个英文翻译 我们现在在冰马泳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在冰马泳 这是纪念品牌的 我们在冰马泳 逛一趟纪念品牌 又是五百块钱没了 这是证据吗 对 这是历史的证据 我们需要抵抗它 来我们到华清宫来看长恨歌表演啦 打卡拍照拍照 真好看 开开你去拜个石狮子干嘛 走开 他还没来 今天是我们在这个酒店住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今天我们要去大唐补夜城 开心爸爸还特地穿了我给他满的 等雨停了 我们就去大唐补夜城 不管雨停不停 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就是你们吃来吃去 最后还是会吃到蛋炒饭的 开开心线 快点吃了一堆肉 一口蔬菜都没吃 既然你做不到饮食均衡呢 咱们至少得做到营养均衡吧 来快去 go 这个小熊软糖我们到哪都带着 已经吃了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就是两个孩子太不爱吃蔬菜了 没办法 还是来了 因祸得福 现在下雨 但是人少呀 来都来了 还是那句话 这个雨很快就停了 然后我们这里是喷泉 声控喷泉 哎呦 今天吃饱了 放过他们 这个沉浸式体验大堂补业城 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这个是李隆基出征时候的雕塑 开开心心 你看 看 看 看这宝宝 看宝宝 我的天哪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 西安的所有行程都已经结束了 明天还有半天 我们没有安排什么行程 所以明天基本上 就是整理整理行李 然后准备去下一个城市旅行